我们来看社会消息 桃圆县警方破获了一起贩毒案 而且是全家一起贩毒 他们以传统的槟榔摊作为掩护 其实是24小时全天后的贩卖 摇头丸跟开他命 还用手势跟外盒包装来代表不同的毒品 经过了检警乔装搜证之后 将嫌犯依法送办 同时也要追查毒品的来源跟取向 桃圆县行大破获家族经营的槟榔摊贩毒集团 警方说桃圆县林姓兄弟涉嫌伙同母亲以及大嫂 经营桃圆市某槟榔摊 实际上却在贩毒 这些贩毒集团是一个家族式的贩毒集团 由他的母亲还有祖贤他哥哥 还有他的嫂子 在槟榔摊二四个小时 连夜的这个买卖槟榔 那我们在说证当时发现 吸毒者有一些还有是知名的 公司的副总经理 还有一些酒店的小姐 那平均他买卖等级 一个礼拜大概有大概四五十四左右 检井桥庄搜证发现该槟榔摊没有火辣的槟榔西施固垫 生意却很好 他们在买卖同品的时候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案例的话 他们通常是不卖的 也就是客人一到槟榔摊前面 他如果比上的话就是摇头丸 比上如果两次就是两份的摇头丸 警方表示该槟榔摊直接熟课生意 手指比天代表摇头丸 手指比地代表K他命 单月尽力就高达三十万元 全案依毒品罪嫌送办 联合报杨德怡桃源报道